好来看到花莲县石雕博物馆 即日起到6月30号推出了 倩兴山海有构灵光 陈书彦的纤维创作展 以充满生命力线条的漂流木 强韧而温柔的构树皮 勾勒出台湾岛屿的崇山峻岭 和东海岸的写一封信 纤维艺术创作陈书彦 喜好采集原始自然素材 并且结合古老工艺 发展探索灵性空间所散发的力量 也自信 2015年来到花莲海岸部落 开始产生将部落传统公益 元气与创新发展的使命感 于是投入了全部新式 从部落公益特色出发 与部落合作将格门组传统 竹编鱼楼创新运用为 生活美学的登役以及空间景观 同时也将内在能量自信 散发的精神光着在这些作品发生 热情与推广生活美学 常年在学校设计做艺术与染疫的消学研发 积极推动台湾在地独特的自然素材 与文化工艺为主的艺术美学 但也常常往返台湾 香港 美国 加拿大 立陶宛 中国等地 参与多国国内的展览 驻足与交流 幻想文化局长 吴敬一表示 在面对快速滚动的资讯时代 不妨跟着展出的作品脚步 选择来自山林纤维的源头 回溯人们内在与原始的自然关系 你将深深觉得用身体感知 返回自然的珍贵 就这次展览让民众对纤维艺术的材质 和技法表现有更多的认识 将带给你独特的视觉 美感和启发 而展出国际博感日 届时举办与艺术家有的活动 有作品展览 树皮步骤做法 欢迎一同来走路纤维奥秘 记得继续华师傅导